火鸟是世界音乐童话绘本哟 它是一个由俄罗斯那个民间童话故事所改编的芭蕾舞剧 然后它是由Booking编导 然后是Stravinsky所编曲的 Stravinsky呢 他是生在1882年 他生在苏俄圣彼得堡西方的奥拉尼邦 他10岁就可以即兴作曲了 很厉害吧 然后这是他第一部的 为这个民间故事芭蕾舞剧火鸟所编曲 他是第一次为音乐剧编曲的作品 所以呢 里头的绘画呢 是由这个Isabel所绘的 他画得很棒喔 也很精彩 然后你可以看看一下 火鸟他们的姿态 像在跳芭蕾舞一样 所以我们开始这一本书 你看谁在里头啊 苏俄 是个王子 他说很久以前 苏俄呢 还是一片很荒野的地方 到处都是浓密的森林喔 然后呢 有草原 那个沼泽 还有很多呢 奇怪怪的鸟兽呢 嗯 那有一位王子 他叫做伊凡 伊凡呢 他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尖手喔 那 他有一天呢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呢 他自己呢 在这个 就是有没有下雪的感觉啊 嗯 对在下雪的 那个 一个时节的时候呢 他跑来这个 森林里头 要打猎 嗯 在追寻这鸟兽 嗯 不知不觉呢 他就迷失在这个森林里头了 你看这个森林 是不是很大的感觉啊 OK 而且呢 树木很高大喔 越来越浓密 越来越浓密了 几乎啊 遮蔽了整个天空喔 嗯 走在这个森林里头 好像追入了浓浓的黑雾当中 那不就看不见了嘛 对不对 哇 嗯 OK 所以 当你看到这些的树木的时候 哇 很像猙獰的 一个巨人的感觉喔 好像他的手啊 他要抓住他的样子 上面还有一些冰雪啊 覆盖着 嗯 感觉好像 还蛮恐怖的 对不对 嗯 但是他并不害怕 你看他拉着拱 随时呢 只要有野兽一出来的话 他就马上可以 啵 因为他是神射手嘛 对不对 嗯 所以他呢 轻轻的捏手捏脚的往前走着 可是他的剑 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吗 嗯 他身上还有背着一个 很多多的那个剑的袋子里头呢 还有很多支剑啊 所以放心 对呀 嗯 就算有很多支的动物来 也没有关系 就一个一个把它射杀 好 所以他呢 轻轻悄悄的 好 在这个森林里头走着 但是我越走越深处的时候 他发现了 一道的什么啊 石墙 OK 石墙 嗯 你看好 要仔细看 这个画家呢 他很棒哦 他把这个故事啊 把它分 场景 对不对 他正在爬这个 爬这个石墙 然后爬上来之后 然后看到了 一片的什么 花园 对 所以这个画家画得很棒哦 他可以分割这个画面 让你觉得 好像就是把这个故事内容 你看图片大概就知道了 OK 所以呢 他爬上去了呢 哇 从墙的那一头攀了上来 咦 冰天雪地里头怎么会有花呀 刚刚不是在下雪吗 对 像什么 变成了那么美丽的一片的花园啦 他就翻过墙去 OK 然后呢 就 而且还是温暖的围风耶 嗯 不是应该是非常的寒冷吗 而且呢 因为有花对不对 所以闻起来会香香的 嗯 所以呢 里头有什么 紫色的丁虾 白色的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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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薄仙 還有黃色的薄菊 跟金色的苹果 对 没错 你发现了对不对 还有金色的苹果树呢 术上啊 都闪闪亮亮 发光的 嗯 那个金色苹果 我喜欢金 都会 而且还是金色的耶 哇 真的是 太美了 太美了 那王子非常非常的惊讶呢 比皇宫里头还美 突然之间呢 她听到了 我是最漂亮的 Apple这个世界上的 Apple怎么会说话 对呀 她是很生气的 然后呢 她听见了一串的声音 非常非常好听 清脆的声音 然后她觉得 这个叫声真的太特别了 小鸟怎么叫啊 然后她想说 那会不会是 奇怪的那个野兽 还是什么啦 然后呢 她又准备起她的那个弓箭了 然后呢 宅宫里头 这样子 穿梭着之后呢 然后躲着看看 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声音 结果然这个叫声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你看她画得非常非常的棒哦 OK 越来越近 哎呀 是一只什么 虎 魔牛 她好像是在干嘛的 嗯 不知道 你看她摘着苹果 对 她是不是在摘苹果的啦 嗯 然后啊 哇 越来越来越近之后 然后又一阵 又亮又强的红光 从她的头顶 锐过去 咬 照着她的眼睛 都折不开来了 然后她勉强往上面 抬头看的时候 哇 是一只什么 半鸟 半人的怪鸟 嗯 而且啊 还有一团的火球 划过天空 咬 就到这个金色的 金苹果树上咯 嗯 她吃个红色 一圈身红彤彤的 然后还有红色的鸟罐 还有红色的鸟会 红色的羽毛 对不对 嗯 真的很美哦 但是呢 她的眼睛啊 像宝石一样 嗯 而且她轻轻一拍翅膀的 飘飘飘飘飘 一根根啊 雪红的羽毛 像着火似的呢 被上闪烁 嗯 结果呢 那个火鸟 她根本就不知道 后面有人啊 正在偷看着 嗯 所以她呢 一会儿呢 很轻易在树枝上 跳样 啾啾啾 那一会儿呢 又非常的树梢 啾啾树上的苹果 啾 有没有 嗯 哇 这真是太美丽了 真的是 神鸟吧 传说中呢 这个火鸟拥有奇特的力量 没有人真正看过她啦 当然啦 嗯 觉得会没有 会不会有人抓住过她呀 没有 对 没有人看过她 就没有人抓住了 对不对 她实在太美丽了 而且太神奇了 哎呀 王子想要怎样 想要抓住她 是不是 你看她 要怎么抓她啦 哎呀 可是火鸟会挣扎 对啊 我又不认识你 火鸟说什么 嗯 我又不认识你 对呀 你为什么要抓我呢 心里头怎么想 好吧 好王子呢 她并不忍心伤害这只神奇的鸟 但是 她又好像 很喜欢她 又舍不得让她离开 好想把她抓住 嗯 所以她当然不可能用弓箭射她啦 外面被射死怎么办啦 或者受伤怎么办啦 对不对 所以她想要抓住她 她呢 不想发出一点点声音 那要轻轻瞧瞧的 对 然后呢 一步两步三步的 然后用力伸出手来 紧紧抓住了火鸟的腰 火鸟受到惊吓了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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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拍着翅膀 如果你抓到小鸟 小鸟会怎么样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 它就想要挣扎飞走 对不对 嗯 就像那个小麻雀 那天 有一天看到小麻雀 是不是想抓它 然后它怎么样 小麻雀怎么 吹走了 它没有啊 因为它有点受伤 它就一直滚一直滚 对不对 就是掉到一个洞里头 所以小鸟并不好抓到 因为它会容易受到惊吓 没错 它能去找你的朋友 小帽子 小帽子 因为它掉在水沟里头 会去找它小帽子 好了好了 没办法 因为它就没有办法被抓了 然后它就滚下去了 本来想救它 对不对 好 回到这边来 它欢乱的扭动了身体 并且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小鸟怎么叫 OK 然后呢 那王子跟鸟呢 纠缠在一起 互相的推啦 你看这里有没有 抓住它的腰 然后呢 让它说说 嗯 鸟子 不要这样抓我 你看它 然后怎么样子抓 抓下它的肩膀 它也赶快睁开 抓它的手 它也是睁开 抓到它的腰 它也是想要飞走 OK 哦 尖尖的啦 互相推挤 拉扯的 尖尖的火鸟的动作 缓慢了下来 嗯 好像它火鸟是不是软了下就觉得好像要那个头像是吗 不像刚刚那样子的挣扎啦 但是它的羽毛失去了颜色啊 而且它的宝石般的眼睛也失去了光彩了 嗯 然后它竟然流泪了 那个泪呢 是红色的 像流血一样耶 怎么办 好可怜哦 好可怜哦 对啊 看在这里 对不对 它就觉得好可怜 绝望中火鸟悲哀地唱出来 是谁紧箍了我的翅膀呢 是谁扭曲了我的身体 收了捆绑的身体 渐渐的僵硬了 嗯 收了束缚的心灵中将死去呢 没有自由的火鸟 就像风中之主 渐渐熄灭 会渐渐熄灭 嗯 火鸟的哀命啊 嗯 那王子非常的心疼啊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它觉得呢 好吧 就渐渐松开它了 不想再抓它 因为这么可怜 不要再抓它 对不对 火鸟 嗯 配好了 赫瑞 赫瑞是我们自己讲的 好 欢呼之后呢 从一帆的手中 嗯 挣脱了 就冲上了天空 然后它羽毛呢 又重新 发出了那个 闪闪亮亮的红光 OK 然后长长的尾巴 尾雨呢 像是一道红色的彩虹 划过了天空 那火鸟啊 它威人要报答 那猎人的仁慈 就是威人要报答 王子呢 就轻轻降落在他的身边 然后呢 从胸前 着下了一根羽毛呢 交给了这个王子 然后呢 跟他说说 当你遇到王爷危险时啊 你就挥动这根羽毛 飘飘飘 我会来帮助你的 当作报答他 OK 嗯 然后你要说完了之后呢 他就转身飞走了 对 然后 天空就留下了 那个红色的 晚霞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嗯 王子呢 就觉得 这是不是在做梦啊 就像 就是 他正打算 离开的时候呢 突然呢 又听见了 树林后面又传来了 很像 很 一声的笑声 像引领寺的笑声 有几个少女啊 你自己数数看 十个 嗯 十个啊 然后他们都在干嘛 要摘苹果 对 少女们 要摘苹果了呀 然后他们就想说 这个是谁呀 王子想说 嗯 这为什么晚上会来到这里呀 然后他就躲起来 然后 静静的观察他们 然后看看他们是要做什么呢 嗯 然后他们呢 其实他们脸色都有点成白 因为是被那个魔王关着 关起来了嘛 对不对 嗯 然后呢 就在那边摘苹果 对 那么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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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苹果呢 就全部就 这样一直掉下来 掉下来 掉下来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捡起了苹果 以后还会长出很多苹果呢 还是会呀 对呀 他们就在那边在 在玩耍的感觉 嗯 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摆动着 他们的裙摆 还有他们的法师 好 那王子看着 真的看着木顿口袋 没有 真的看着发呆啦 嗯 然后 有一个女生 少女呢 她没有捡到苹果 苹果咚咚咚咚的 滚到了王子的脚边之后呢 那王子捡起了苹果呢 就拿给她 对呀 我看一下 然后就 觉得这个少女真美丽 就爱上她了 有没有美丽 好 然后呢 少女呢 就问她说 你是谁呀 嗯 对呀 你是谁呀 其他的少女呢 也是吓死 吓起来 吓倒了 怎么了 她是王子呢 对呀 然后就跟她说 不要怕 你们不要怕 我是伊凡王子 嗯 然后我就问她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哦 原来呀 他们是苏俄 各个城堡的公主呢 被王 那个魔王卡兹 那个魔王叫卡兹 把她抓过来 那白天呢 他们就被囚禁在城堡里 只有晚上才可以到花园里玩啊 那么王子爱上的是最小的公主 叫做 朵丽儿 的公主 嗯 很美丽哦 嗯 真可怜啊 那怪不得啊 他们的脸色都很苍白 原来是因为都没有看到阳光的关系啊 他们说 那我帮助你们逃走吧 他们就说 不行不行不行 那个魔王啊 太可怕了 而且啊 非常的凶悍哦 嗯 法力还是无边的呢 只要啊 有男人闯入了花园 就会把他变成了石像 就像这样子 变成了石像哦 永远站在那儿 对 所以呢 你趁着王 魔王不在的时候 赶快逃走吧 嗯 叫他赶快逃走 然后 哎呀 就叫他 赶快走吧 赶快走吧 那王子他不相信啊 就拉着少女们啊 跑到了花园的墙边 想要带他们爬出去 可是哪知道 夜晚一到 原来只有一个人的高墙 竟然像天一般的高 根本爬不出去 哎 多力有一回心的说 你 你赶快最好最好赶快 躲进花园 花丛里 等到天一亮啊 赶紧逃跑 再也不要回来了 嗯 我们没办法 我们注定了 一辈子要活在黑暗里头呢 再也见不到明亮的太阳了 说完他就掉眼泪了 嗯 嗯 他一反啊 就一反王子 就轻轻擦干了他的眼泪 他说 看着我 亲爱的女孩 我一定会揪你和你的同伴 脱离了卡兹的魔掌的 他是很勇敢啊 这个王子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这个公主呢 也被打动了 他们两个呢 就相爱了 现在月光下 跳起舞来了 跳着跳着 他们就忘记了 黑夜已经悄悄地离去了 小 shoulder 啊 所以天亮了 大天亮 对不对 后来那个魔王 魔王出现了 啪�omin 哈哈哈哈哈 计计 哈哈哈哈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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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对不对 对啊 就是颤抖着 所以本来很苍白的脸 就更苍白了呢 当当王子就很勇敢 站在他们的前面 但是呢 没有办法 然后一阵的狂风 预风 把所有的花瓣 树叶满天的飞起来了 所以他全身上 对啊 因为魔王来了 对啊 把所有的树叶群 让他们都打那个 都拿飞起来 OK 好 然后 他说什么 好大的胆子 精敢闯入我的境地 嗯 哇 神奇啦 我要把你变成石像 嗯 对 让你的灵魂和躯体呢 永远都在石头里头 得不到自由 于是啊 开始念起的咒语了 比比 咒语怎么念 比比比比 姐姐好多病 突然呢 爬出了十只丑恶的怪兽 怪兽啦 怪兽来了 十只怪兽 十只怪兽 待会看到怪兽 他先把他变成 把他变成石像了 然后 结果呢 他不是神射手吗 对不对 嗯 但是没办法 这个怪兽真的太厉害 他根本没有办法 那个 他根本没有办法 射中他 对 然后呢 这个朵莉儿呢 就哀求着说 拜托拜托 请不要伤害他吧 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被莫莫一脚踢开 啪啾 踢开 说 你这个叛徒 还敢为他求情 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为怪物 嗯 结果呢 他就想要把他 是把他那个刺杀这样子 嗯 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呢 王子的手脚也开始僵硬起来了 啊 天然看到王子的天空 王子非常的那个爱上的眼镜 嗯 他觉得我 本来我是来猎动物的 对不对 猎野兽的 结果呢 现在呢 竟然被这样子的 被囚禁着了 嗯 突然之间呢 他想到什么 他身上刚刚是谁送给他的那个羽毛啊 是 是 猎 猎野兽 对 猎野兽送给他羽毛 猎野兽不是跟他说 如果有危险的时候会怎样 你就轻轻的 挥挥挥挥挥挥 羽毛有没有 就会来那个了 帮助他了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好 他真的就挥挥挥挥 那个羽毛 用他最后最后的力气 最后 然后猎野兽出现了 对不对 来救他 就是这个 这刚刚是 猎猎猎派出来的 十只怪兽 嗯 然后猎野兽呢 就把这个十只怪兽呢 好 噼里啪啦的 就可以打败台 对不对 嗯 这些怪兽们啊 嗯 像着热魔一样啊 因为这个火鸟正在 舞动他的翅膀 啵啵啵啵啵啵 然后他们也跟着 跟着这个火鸟 舞动旋转 跳跃着 嗯 结果呢 好像 没有办法停止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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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 跳到 跳到他们 筋疲力尽了 嗯 就没办法 再动了 然后魔王露出 惊慌的眼神 他举起了双手 高声的念起咒语来了 哇 火鸟的又转向了魔王 他跳起轻盈的舞步 嗯 然后呢 非常轻盈哦 好像翅膀非常非常的 轻盈的在飞舞着 然后魔王卡子 那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他也跳着了 有神奇的魔力哦 最后呢 跳着跳着 竟然闭上了眼睛 沉沉的睡去了 哇 魔王 自己跳舞 跳跳跳跳跳 睡去了 OK 然后所有的怪物呢 也睡着咯 嗯 所以这个有 是有魔法的呢 嗯 刚睡着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王子他的石像 是不是 解除了 对不对 对解除了 这个时候啊 王子和其他的石像啊 好像被温暖的春风吹过 然后身上的石块 噼里啪啦的掉落了 嗯 谢谢你 火鸟 王子这样很感激他 啊 我终于知道 失去自由的滋味了 以后啊 我再也不敢随便捕捉 鸟兽了 那火鸟就说 嗯 你先别高兴啊 魔王卡子 他原本是一只恶鸟的 OK 这样 魔王他也是一只鸟变的 只是呢 他是坏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我是用我的鸟舞 催眠他 所以他在睡着了 那皇妖说 你必须呢 要在他醒来之前 OK 醒来之前 看不到 好 醒来之前呢 找到埋在树根底下 哦 原来那个鸟蛋是他的灵魂啦 好 那你必须要把它砸碎掉 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个魔王 既然这样 那当然要赶快把那个蛋 找出来啦 对不对 嗯 然后把它 用力的把它打破 然后让这个魔王永远都消失 他才不会出来那个做怪了 对不对 好 大家听了火鸟的警告 赶快 赶快用手去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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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那个树根啊 哇呀哇呀哇呀哇的 哎呀时间慢慢过去 怎么还没有挖到 然后魔王好像快要醒来了 哇天啊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王子快点快点啦 快点找到鸟蛋 哇哦终于 王子在这个金苹果树下的那个树根深处啊到了一颗巨大的什么 蛋 对 这个蛋啊 它会发出灰色的油光哦 然后呢 它跟磁器一样的戏 然后这个王子呢 它就举起这个鸟蛋 然后结果这个魔王醒了对不对 然后怪物们呢 他们也醒了 然后魔王就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 不要 不要 因为蛋如果破了 它就是尿尿了 对不对啊 嗯 所以呢 啊 当然 王子一定要把它那个砸碎 然后怎么办啊 嗯 然后 哎呀 结果鸟蛋呢 就碎着一片一片一片的 魔王就很痛苦的 嚎叫着 扭动的翻腾 它的脊肤一寸寸的爆裂了 身体也一点点的萎缩 最后瘫在地上 化成了烂泥 只剩下一地参白的羽毛 怪物们呢 也化成了黄土了 啊 太好了吧 王魔王一死 它的魔法也跟着没有咯 对不对 长长的围墙 轰然倒下了 暴风停息了 嗯 然后曙光啊 擦满了花园 黑夜已经渐渐离去咯 那么对于被魔王囚禁的俘虏而言呢 他们的黑暗的睡衣月也过也 永远过去了 少女们呢高声的呼唤着 嗯 那王子跟这个多莉儿公主呢 就紧紧地扒在一块 他们可以在一块儿了 那火鸟呢 我们看看火鸟 他说 再见吧朋友 好好珍惜 使而复得的自由啊 那就火鸟啦 向他们告别了 对 咻 展开到火虎的翅膀 以后他还会过去跟他玩吗 嗯 会啊会啊 他们是朋友了吧 对啊 他说 火鸟我们会永远记得你 大家向火鸟挥挥手 开心的跳舞 唱歌着 嗯 他说 嗯 飞吧 飞吧美丽的火鸟啊 拜拜咯 好 火鸟在他们音乐唱歌 好 还送他 好 拜拜 拜拜 OK 然后呢 他们两个呢 也是 永远幸福的在一块儿了 嗯 这个就是一个 嗯 呵 个童话故事 好 OK 我们下次再听听 听听看看那个 火鸟是头鸟 火鸟 我们下次再看看 火鸟的歌曲好不好 嗯 而且是芭蕾舞的哟 嗯 也不知道 那不是算是歌曲 是芭蕾舞 嗯 好 下集再看啰 好 Valenta Apples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you say An apple in your heart It is fractured thi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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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x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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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